这封信函是发自米兰教会的保利努斯,保释曾在安波罗修大主教生前担任他的专职律师。 安波罗修去世后,米兰大主教几经变幻,当时的大主教是马罗鲁斯,保释在他手下担任执事之职。 跟罗马教会一样,米兰教会已经洞悉到了伯拉旧主义的蔓延之海,他们听说色类似丢,跑到了迦太基教会,并很快要担任圣职,于是马罗鲁斯,受益保利努斯,赶紧写信给迦太基大主教奥热刘,一方面是向奥热刘报信报警,请他提高警惕,不要上当。 另一方面是代表米兰教会,正式控诉色类似丢,信中写的,奥热刘大主教尊前,主内平安。 禁闻有色类似丢者,刘川投诉于贵会,正在基荣受圣职,我米兰大主教马罗鲁斯,为此忧心如焚,特主我写极寒敬达贵会。 色类似丢,乃伯拉丘之门人,此两人长期居住罗马城,他们自以为是,孤明钓鱼,在教会中,散布种种异端思想,否认人的原罪,怀疑神的恩典,实属恶不可赦。 尤其是色类似丢,比他的师父伯拉丘还要顽固极端,令大公教会深恶痛绝。 色誓之罪,共有六条,撕裂一下。 其一,他胡说,亚当犯罪与否,他都在神的设计中必死无疑,似乎是在说亚当犯罪而死,不是亚当本人之错,而是神之错。 其二,他胡说,亚当犯罪,仅伤害亚当自己,并不伤害整个人类。 其三,他胡说,新生婴儿出生时,跟亚当堕落以前的状态是一样的,都是没有原罪的。 其四,他胡说,整个人类既不会因亚当之罪而死,也不会因基督之父活而活。 其五,他胡说,跟福音一样,律法也能引导人们进入天国。 其六,他胡说,在耶稣道成肉身诞生之前,这个世界上也有人不曾犯过罪。 此人胆大妄为,罪大滔天,与我大公教会,不共戴天,请澳大主教明鉴,置其绝法。 怯怯,主内,米兰教会保利努斯,客观地说,保利努斯这封信并没有完全切中伯拉丘主义的要害,所列罪状,有点不着边际,甚至有恶意中伤之嫌,但是此信错次严厉,给瑟雷斯丢,当头棒喝,算是打响了反击伯拉丘主义的第一枪。 奥热刘,看完此信,不由道西一口凉气,他愁愁多时,把瑟雷斯丢,请到办公室。 他也不说什么,直接将米兰来信,递给瑟雷斯丢。 瑟雷斯丢,接信而读,读着读着,脸上像变成了一只青岛的杂色染痰,红一阵,紫一阵,绿一阵,白一阵。 不过他却很快地镇静下来,把信还给奥热刘,又宠他大势一礼。 奥大主教置诸在握,洞西秋毫,保释一面之词,大主教必有明断,色谋我无话可说。 你就不想为你自己辩护,不想给出解释吗? 奥热刘感到奇怪。 无需辩护,无需解释。 瑟雷斯丢,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。 那好吧,看在你我有意的份上,本大主教也不亲自致你绝乏之罪,请你自己避无死过。 奥热刘他了贪手,至于神府之圣职,恕本教会不敢受你了。 也罢。 多谢奥大主教这些日子的收留之情。 色谋也不想继续留在贵会给你们添乱添堵,这天下自有留我之处,我这就抬腿走人,向大主教告辞了。 说吧,色类似丢,扭头去。 色类似丢后来去了东罗马帝国的以弗所教会,也为跟西方教会相比。 当时的东方教会对柏拉旧主义更为容忍,所以色类似丢能在以弗所暂得其身,还在那里得到了神府之职。 回头再说奥热流,他见色类似丢,明晚不化,也无可奈何,又想起米兰来信上所列罪状,意识到柏拉旧主义之害的严重性。 于是向所属北非教区发出一道通知,召几个教区主教,于411年之时,到加太基开主教大会,正式宣告反柏拉旧主义。 虽然奥古斯丁本人因故未能参加这些加太基会议,但是他很快得知了柏拉旧和色类似丢的事情,也很快得知了柏拉旧主义的内容,他认为这是撒旦的势力正在兴风作浪。 奥古斯丁也迅速察觉到在西方教会中柏拉旧主义,是有不少的拥护者,如不及时有效地反击打工教会的正统信仰,势必受到严重的扭矩,从此以后的十几年,奥古斯丁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来反击柏拉旧主义,通过写作,通信,演讲,辩论来痛斥柏拉旧一活。 其论点全部收集在柏柏拉旧派,柏柏拉旧和色类似丢,柏尤利安和柏拉旧派,伯伴柏拉旧派书信集,等等。 针对柏拉旧主义,奥古斯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的主张。 第一,亚当原来是有自由意志,可以选择从善或从恶,但他却选择从恶犯罪,从此使得所有人, 都受到亚当之罪的捆绑。 人被造石原是善良正直的,享有自由意志,且有不犯罪永远不死的可能, 人的天性之中本来没有什么不和谐,人类原是快乐的,与神往来无阻。 但亚当却因受魔鬼的诱惑而骄傲而犯罪,从原来和谐的地位上堕落了, 其结果是善良的失落。 神的恩典被亚当丧失了,亚当的灵魂因与神隔绝而死了, 人的身体不再受灵魂约束,反为贪欲所操纵, 由以淫欲为罪。 亚当堕落在全然的绝望之中,永死便是当然的结果。 第二,每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, 所以人人都有原罪。 当亚当堕落在罪中时,我们都是那人, 因为我们都是在那一人,即亚当,里面。 师徒们说过,在亚当里面人人都犯了罪。 这种罪连婴儿在内也是有的, 婴儿的纯洁不过是肢体的脂弱, 而不是本心的无辜。 他以自己为例说, 谁能告诉我幼使的罪恶, 也为在你面前没有一人是纯洁无罪的, 即使是出世一天的婴孩依然如此。 第三,人的意志完全败坏, 不能自己救自己, 人的意志完全不能救自己脱离死罪。 从来没有人被从罪中拨出来过, 没有,连一个也没有, 现在还是没有,将来也必没有, 唯有靠着救赎主的恩典才能得救。 得救众生是圣灵的工作, 个人意志完全没有用。 神可以加力给人的意志, 也使人的意志能够接受神的救恩。 人的得救是由神的恩典而来, 是人所不配的, 完全白得的。 而且, 只有蒙俭选的人, 才能因神在基督里的恩典, 可以得救, 也为神是万有的唯一真源, 化与万类的致美者, 他的法则制度, 一切, 神预定他所要的, 有受永行者和得永生者两种人, 每一种人的数目, 神都预定好了。 奥古斯丁神学中的这些主张, 可以从他一系列的著述中, 处处见到, 比如有, 论自然和恩典, 恩典与自由意志, 论圣徒预定, 等等, 归纳出来, 奥古斯丁的神学中, 针对伯拉纠主义的就有三大论, 原罪论, 恩典论和预定论, 在伯拉纠方面, 面对来自奥古斯丁的批判, 他们也没有示弱的意思, 而是使出浑身解数, 力图稳住阵脚, 并四季反扑。 和预定论和预定论和预定论,